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繼續為各位來介紹有關於專利資料檢索的部分 專利資料檢索的話我在這個課程裡面 可能我比較不會著重於怎麼樣使用一個資料庫 我想說現在資料庫本身透過專利資訊技術的一個發展來講的話 它本身的使用上面來說的話 它是非常的一個所謂Family的畫面 也就是一個成功的資料庫其實是大家都不需要教怎麼用 一般來講都很容易上手 但是在使用很容易上手的一個資料庫裡面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部分是怎麼樣來使用一個資料庫 你要用什麼的方式來達到你要找到資料的一個目的 才是我們這要探討的一個主要課題 首先我來看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的話我想大部分人都看過就是什麼叫做資訊 資料資訊知識跟智慧四個部分 我想這就是說大家都在談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一個世紀 那知識經濟的世紀它所強調就是說 無形資產有形化也就是說 知識經濟之所以它能夠取代於一般的產業經濟 它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一個實質的產品你必須要投入資源 你只要再生產一個你就要付出成本 但是知識經濟就是你有一個專利或者有一個知識 這個知識重複的使用對於我們來講的話是比較沒有成本 但是它產生的經濟價值不會因為你成本的沒有投入 而影響到它產生的一個價值 所以知識經濟它是為什麼在21世紀大大所強調的 接下來什麼叫做資料 資訊 知識跟智慧 我想說在旁邊的話就文字的部分有寫出了一些文字的一個敘述 這部分大部分人都在談 但是我們既然在談所謂的資料庫的部分 我們當然 我個人把它去分為資料 其實就是任何一個資料庫裡面的所謂的data 這些data經過整理以後就變成資訊 這些資訊的話就是經過整理的資料變成一個一個的 data會變成一個data file 這些資料就是資料然後透過電腦檢索出來 就變成知識 所以說你如何把資訊變成知識 就要透過你如何善用你的檢索功能 或者你檢索的技巧來取得你的知識 以往我們在談資料的檢索的時候 我們只定義著我要把一份資料找到了 就是完成一個資料檢索 但是我剛才有跟各位報告過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談所謂的專利地圖 專利佈局 專利分析 它要引用所謂的知識 事實上我們找到的知識要如何轉變成智慧 也就是說我找到的資料如何讓有智慧的 如何讓人家一看就能夠知識裡面 萃取出它的精華的地方 這是最大的一個差異性 就是說你有知識 但是你這些知識沒有善用的話 你只是手上有一大堆資料而已 那我們常常在講說現在是知識爆炸時代 現在的人他面對的不是沒有知識 沒有辦法收集知識 而是沒辦法把知識善加運用 因為知識太多 所以我們如何把知識變成智慧的話 是一個資料檢索裡面 然後如何把二次資料轉換成三次資料 讓我們看到的資料是我們要看到的一個資訊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OK 那既然我們要談專利檢索 首先什麼是專利 還是要重複提一下 那在這時候的專利 我就比較不會follow在整個專利法 或者專利一般議題裡面所提到的 當然就是說鼓勵保護利用發明 與創作促進產業升級 產業發展 但是我會強調是專利它本身是一個技術 法律跟經濟的一個整體展現 因為就是說我剛才跟各位報告過 專利它本身是一份專利說明書 它所強調的一個法...那個是技術的一個突破 以及它技術的一個怎麼來撰寫 然後讓人家了解這個技術的存在 但它真正目的是申請專利範圍的部分 強調就是說我這份專利的一個法律保護 這保護的主要目的是怎麼樣 我能夠從這個專利裡面取得我的經濟利益 所以我個人把專利定義為技術法律 跟經濟利益的一個整體產現 也就是說利用專利的法律定位 提供產業技術與研發成果 在一定時間的保護從事企業活動 以擴張其產業的一個影響力 這是我個人對專利的一個定義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既然說 要做專利資料的一個検討 首先我們了解什麼叫做專利資料 專利資料裡面分為專利資料跟非專利資料 為什麼有所謂的非專利資料 專利資料我個人定義為屬於政府機關 或者專利機構它所出版的資訊 專利資訊我們稱之為專利文獻 專利資料 那非專利文獻或者非專利資料是 不是政府機關或者不是專利說明書 它申請專利的一些資料 我們稱之為非專利文獻 但是它裡面也是什麼 專利資料它本身強調是一個技術文獻的探討 所以說非專利資料裡面譬如說行路 技術報告論文期刊 它本身裡面也會談到所謂的技術的資訊 所以它屬於非政府出版品的專利文獻裡面的 但是是我們要在專利資料檢索裡面 你必須要去探討的一部分 專利文獻的話 大概分為專利公報跟專利說明書 那非專利資料的部分 我可能把它的重要性分為 行路 技術報告 論文跟期刊 那技術報告 論文跟期刊 剛才在前一堂課大概有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為什麼要把行路拉上來 其實就是說我們回過頭來想 專利它本身是強調可使用性 但一份行路它的對象是誰 行路的對象是一個消費者 它要透過行路告訴你 我這項產品它具有哪些功能 而且它能夠做到什麼 所以相對的行路裡面 其實它對於相較於其他的文獻 或者專利說明書 甚至於專利說明書 它更強調的一點是什麼 這個技術已經存在而且可以使用 所以這部分的話 假如說我們在這技術研究裡面 行路的部分其實是 它非常重要的一個參考依據 這部分大家不要忽略了 接下來我們來談專利資料裡面 所謂的一次資料 二次資料跟三次資料 以往我們大部分人在談的話 就是一次資料跟二次資料 三次資料是我在去年 在看到一本大陸的專利 一本專利文獻裡面有提到 而且我覺得它用這個所謂的三次資料 是非常恰當的一個名字 所謂一次資料是由專利機構編輯出版的資料 也就是說專利公報跟專利說明書 政府只是把申請人的相關資訊 原原本本的把它刊登在政府的出版品上面 我們稱之為一次資料 它是一份一份一份的資料 回過頭來就是我們剛才整個架構裡面 它所謂的資料的部分 對不對 剛才資料 資訊 知識跟智慧 它其實屬於資料的部分 所謂二次資料的話 在電子資料裡面 它就是透過解鎖系統裡面 可以萃取出來的資料 它那些資料它強調是什麼 它經過整理的資料 早期沒有那個電子資料庫的時候 是有索引工具書 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行業 它都有所謂的handle 它都是把一些資料整理之後 出來的資料稱之為二次資料 譬如說索引工具是電子資料庫 它都屬於二次資料 至於三次資料是將二次資料 整理分析而所得的資料 譬如說統計年報 專利地圖等 專利地圖它本身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專利地圖 事實上專利地圖它是把二次資料 收集的一些data 我再做分析 也就是說我取得的知識 變成智慧呈現出來 三次資料的話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也就是會計跟財務 會計長跟財務長的最大差異性 各位有沒有想過 會計跟財務最大差異在哪裡 都是管錢 但是會計它做的是什麼 原原本本的一筆一筆的data 把它做成一個日記帳 老闆要看到這本資料的話 他是看到一次資料 或者經會計整理的 應收跟應付的帳款 他整理過的是二次資料 那財務長會根據二次資料來預測 我明年我需要 或者我什麼時候要花什麼樣的錢 他怎麼去預測 他就是所謂的三次資料是 我根據二次資料來預測 未來我要做什麼事 所以會計跟財務的最大差異在這邊 財務它是預測 我明年要做錢什麼事 我的錢我什麼時候要什麼錢 我不管這錢在什麼時候要來 三次資料裡面 我根據二次資料 我說整理分析以後 他會告訴我一個訊息 就是讓我產生一個智慧 了解說我將來應該做什麼 所以稱之為三次資料 OK 專利的分類 專利分類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談專利分類 因為在整個資料檢驗說裡面 專利分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專利分類的話 經由有系統的分類架構 將發明創作依其技術主題 進行組織跟整理 使專利資料呈現邏輯性的一個架構 所謂分類的話 分類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歸類 歸類的話就是說 東西之所以能夠歸類的話 它一定要有它一定的方法 否則的話只是把它堆在一起而已 那專利的分類的目的就是說 它有一個專利分類的目的 就是說有一個整個分類架構 使發明創作的技術內容 進行組織的建立索引 這索引就很重要了 因為有這個索引以後 我們將來才能夠 根據這個索引去找那個資料 就等於說是我們要去猜謎 它一定要告訴你謎題是什麼 那個就是索引 所以說專利分類的話其實說 我就是告訴你整個架構在哪裡 當你要去找那個資料的時候 你從那個架構裡面找出你需要的東西 所以將特定主題或某一項技術理應的 專利說明書歸類並能準確 容易的再次檢索出來 便於而後對專利資料做檢索與應用 也就是說其實專利分類的目的 現在有很多的人就認為專利分類 只是分給審查委員去審案子 不是 那部分當然是功能之一 但是說它真正分類的目的 有點像我們去圖書館圖書分類一樣 當我要去找一本書的時候 一個圖書館那麼多書 我怎麼去找 我應該在哪一個架子上面去找 那我們就是根據它那個分類索引 或者就是目錄索引 了解它的分佈點在哪裡 我根據那個分佈點去找出我們的資料 這大概就是分類 專利分類的一個目的 接下來講這張投影片壓力好大 因為寫這個人就在那邊 他是我們智慧財產局的 專利分類的一個專家 所以那張投影片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只能把它唸一遍 專利分類應用考慮技術主題的內容 分至適當的位置 大概是功能分類跟應用分類 那我是所以借用他這樣投影片的是 因為我們在做專利檢索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其實我們在做專利檢索的時候 你會針對你的不同的主題 你會有不同的考量 點線面空間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報告 假如說是你在做一個資料檢索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有兩個很好的例 一種改良的單項法 應用歸類裡面一種玩具的傳動裝置 各位裡面你看 在上面所謂功能分類是怎麼樣 它是所謂的一個單項法 它有沒有特定的使用目標 沒有特定使用目標 所以你在檢索的時候 你應該是怎麼樣 就它的功能面做資料檢索 那應用面的話 一種玩具的傳動裝置 所以你要在做資料檢索 你會曉得是怎麼樣 我從玩具類裡面再去找這些資料 我借用這個兩個例子 只是告訴各位說 其實在做資料檢索的 不是只是單純打一些關鍵詞 而是你在做資料檢索的時候 你要稍作思考 你要從哪一個方面去著手 去做你的資料檢索 那國際專利分類的話 我想說就是說各位假如說 有從事專利業務 或者要從資料檢索裡面的專利分類 它本身是中華民國來講的話 我們是用國際專利分類 國際分類的話 主要功能是方便做資料檢索 促使專利資訊檢索與流通 那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專利資料 國際專利分類是第七版 第七版的話 目前的話 分部類 次類 次目等五個階層 我們有八部120個類 628個次類 六萬九千種矚目跟刺目 真正的一個完整的專利分類號 它的大概表示方式是一個五階分類方式 當然它後面還會有點跟點點等等的 不同的一種方式 但是在我們這堂課裡面 大概有關於專利分類的部分 不是我們要探討的課題 只是告訴各位什麼是專利分類 接下來就是美國專利分類 就是UPC分類 它是1830年開始使用這個專利分類 那我之所以為什麼會介紹美國專利分類 中華民國是用中華民國的國際分類 但是我為什麼會提到美國專利分類 美國專利分類 它跟中華民國專利分類之間的關係 是希望藉由這頭影片上面 各位所看到的一個網址 做一個資訊的一個關聯 因為我就是跟各位剛剛報告過 目前的專利分這裡是六萬九千種 六萬九千種 那對於一個資料檢索的人員來講 除非你是非常的專業 否則你如何在六萬九千種裡面 找出你要的一個專利分類 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就是說根據我個人經驗就會發現 美國專利局它有一個美國專利分類 它美國專利分類它的好處是怎麼樣 我覺得外國文字跟中文文字最大差異 它每一個字它都有比較明確的定義 那中文字是它前後的連結會導致整個字的 意義的一個不一樣 電話跟電腦都是由於電接一個電 電在前面 用電話跟電腦它所代表的意義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中文字它本身是一個組合字 但是外文字它本身每一個word 都是非常的清楚 假如說我們要做專利資料檢索的時候 當我們沒辦法掌握國際專利分類的時候 因為國際專利分類非常的繁雜 我們沒辦法掌握的時候 假如說我了解外文字 外文字的話你就可以根據那個字 找出美國的專利分類 相對的美國專利分類跟國際專利分類 它是有concordent table 所以藉由這種關係的話 你大概比較稍微容易掌握 國際專利分類的一個分類 掌握到那個訊息 所以我會在這邊介紹 接下來的話目前整個歐盟它本身的 那個勢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們常常也會引用到 歐洲專利的一些相關資料 所以我也會在這邊做一個 歐洲專利的分類介紹 歐洲專利局它的分類 我們稱之為ECLA的專利分類方式 它本身是在IPC的整個專利架構 也是五階分類方式之下 做一個專利分類 但是它最大的差異點是怎麼樣 每一個專利分類它會維持在100個 100項左右 超過100項裡面它就會往下盪 在目前來講的話 事實上它的最小分類單位 已經到13萬個 所以就是說其實我們假如說 能夠從歐洲專利局裡面 抓出專利的資料 然後回過頭來再看專利分類的話 其實是比較清楚的 接下來這張投影片假如說有 有曾經參加過專利相關的座談會 或者研討會的話 常常會提到 它就是說專利資料的一個重要性 那世界專利組織在2000年左右的 一個報導裡面說 專利說明書 它包含了90%到95%的研發成果 善用專利資訊的話 它可以縮短60%研究時間 跟減少40%的研究費用 掌握專利資訊 真正的目的是可以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而且推出滿意的產品的品質跟服務 接下來的話切到我們今天要做的一個主題 專利資料庫檢索 什麼叫做資料檢索的目的 資料我們只要說 現在我們就是不怕沒有資料 而是資料太多 我不曉得要怎麼去找 資料檢索的目的在大量的資料當中 我們萃取出我們所需要的資料 透過資料庫的一個運用的話 將大量的專利資料電子化處理之後 儲存於專利資料庫 然後利用專利資料庫提供的檢索功能 以專利技術關鍵詞或者專利分類號等 對專利文獻進行解鎖 藉此獲得相關的專利資訊 這是在文字部分 我們回過頭來看 就是一個專利資料庫 其實它會提供一些檢索功能 這些檢索功能裡面就是提供一些欄位 或者它提供一些方式 讓你之後做資料檢索 但是真正難的地方是你在什麼欄位裡面下什麼詞 或者你要下哪一個專利分類 能夠找到你的專利資料 是整個在資料庫運用上面困難的地方 專利資料檢索的目的 是掌握最新的技術資訊 可避免重複研究抵觸別人的專利 經由專利技術以預測分析 未來的整個技術產業發展 研讀創新的專利關鍵技術特徵 以累積技術薪資及研發能量 我想這部分的話 剛才大概在前一堂課也都會提到過 也就是說我們在做專利整個 專利商品化策略裡面也提到 如何做檢索它是本身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剛才有跟各位講到說 其實專利檢索的時機我個人把它分成 這張投影片跟下面一張投影片 它本身就是點 線 面跟空間的一個關聯 點就是一個很集中的點 線是拉出來一條線 很多的線變成一個面 那空間就是無限量大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做資料檢索的時候 首先你要了解你檢索的目的 到底你的檢索的動機在哪裡 譬如說我是專利訴訟 專利訴訟其實它的標的是非常明確 也就是說你會對特定的技術 或者特定的專利要進行資料檢索的時候 你是一個點的檢索 所以說你要做非常精準的檢索 那相對而言假如說 我們要做專利技術的一個引進 就可能你針對這一項技術 它周邊的一些技術關係 你要做資料檢索 它本身只是一條 我們專利工房車裡面 相當一條線的一個 一道圍牆而已 你屬於線的一種檢索 因為你就怎麼樣 我引進這項技術 首先我要考慮說 它的專利技術大概目前有哪些 專利騎乘各是多少 比較不會考慮說其他的周邊性 它可能針對所謂的功能性 應用性的部分 特定的應用的部分來做一個資料檢索 相對你要申請專利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做一個 點線以外的面的檢索 因為怎麼樣講 你一個專利你到底申請是功能 或者應用面的不同 你的標例的不同 都會有 你去檢索的時候不一樣 或許你就說 我當我在用一個專利申請的時候 我把我的思維定例說 我的專利只使用在這個範圍 但是你的專利 是不是只使用在這個範圍呢 或者在其他的使用範圍裡面 也涵蓋這種技術 會變成一種習之技術呢 對不對 所以你這時候 全面性的一個資料檢索 我稱之為面的檢索 至於說技術研發的話 我稱之為空間檢索就是說 常常研發人員 他之所以會碰到困境就是說 當我從事某一個行業 做資料檢索的時候 他會困在自己怎麼樣 我在這個專業裡面 我去找這些資料 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專利檢索 你在做專利研發的時候 你要累積你的專利能量 技術能量 事實上這時候 我認為說這種檢索 應該有點像我們上網站 天馬行空什麼都看 你不要特定領域 因為怎麼樣 你的構思是基於你個人 有限的知識的情況之下做思維 但是假如說你全面性的搜尋以後 你會累積不同的能量 可能會啟發你不同的想法 甚至你會覺得原來的東西 根本不值得專利等等 所以你其實是屬於一個 空間性的檢索 你不要限定你自己一個範圍 在做資料檢索 所以我針對就是說 資料檢索的時機 我會確定點線面跟空間的 一個資料檢索方式 接下來的話 專利檢索的一個通則 就是說我剛才跟各位報告過 就是說專利分類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專利分類 它本身是非常的繁雜 而不容易掌控的情形之下 我們沒辦法利用 因為專利分類的目的 我跟各位報告過就是說 它是一個有系統的架構 將資料歸納分類 它最終目的要使用者 能夠透過歸納分類的準則 很容易的找到這個資料 但是我剛才也跟各位報告過 我現在有6萬9千種的專利分類 將來其實是 其實今年應該是2005年的話 是第八版要上市 第八版的專利分類 它每年有一個新的版本上市 每五年一個版本上市 但是今年的2005年第八版 為什麼delay一年 負責這個專利分類 是一個非常大的國際組織 所謂的國際性組織 它做任何事情都很有規劃的 它之所以會delay一年 因為就是說大家對專利分類的定義 先進國家跟非先進國家 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它做一個調整 這個調整之下 會產生更複雜的專利分類準則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掌握專利分類可能比較困難 所以事實上我們回過頭來看 大部分人我們在做資料檢索的時候 我們都會以什麼來做檢索 關鍵詞或者技術詞來做檢索 所以我們發現到 大部分人是以技術詞來做資料檢索 結果我們檢索到的資料是怎麼樣呢 這張投影片上面你看到的都是一些 亂七八糟的東西 所謂亂七八糟的東西 因為你一個關鍵詞的弱點的不同 會產生很多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唯有這些資料我們稱之為什麼 擴散型的資料 擴散型的資料 假如說我能夠在擴散型資料裡面 萃取出它的專利分類 由答案去找題目是比較容易的 假如我能夠在這些雜亂的資料裡面 我能夠把它的專利分類做一個整理之後 我就根據那個萃取出來的專利分類 去mapping到這個分類架構 了解哪個東西是屬於哪個分類 而且這個分類可能是我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能夠萃取到 比較完整的資料 所以說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萃取國際專利分類的話 我會建議是怎麼樣 將擴散型的專利分類資料 你去整理出它的專利分類 也就是說假如說我們能夠透過資訊系統 把我檢索的資料 因為大部分的資訊系統 目前檢索出來的資料是怎麼樣 它按照申請日期 或者是按照公告號的方式 按照號碼的方式去排列 所以它可能是每一筆資料 是因為它前後的順序 是包含很多種不同的產業別的分類 所以它本身是很亂的 但你假如說能夠將那些資料 做一個整理之後 你會發現每一個專利 我用這個關鍵詞下去檢索的時候 每一個分類它各是包含哪些專利 假如說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瞭解說大概大部分的專利 是分佈在哪幾個分類 而那幾個分類裡面 哪一個分類是我要的 假如說你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你就能夠萃取得到分類 然後再比對關鍵詞的話 你就能夠萃取得比較準確的隱性專利資料 所以在後面一張圖裡面 假如說我能夠透過剛才的技術 以我使用的關鍵詞 跟我萃取出的一些分類 來再做資料從整的檢索的時候 我們最終的目的要做資料檢索裡面 我們要找出是什麼 剛才那個規則性東西裡面 我找出所謂的隱性專利 黑點點的專利 那如何做到這一點 等一下我跟各位做報告 就是說其實專利分類檢索的話 事實上我們要用這種方式來做資料檢索 資料才會有比較所謂的 資料檢索的完整性跟 檢權率跟檢準率 因為隱性專利可能就是 常常我們是不容易找到的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就是對我們來講 可能是很重要的資料 OK 那假如說我們了解說 專利這個檢索的目的跟準則之後 接下來我們在使用資料庫的時候 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事情 在使用各個資料庫 閱讀資料庫之前的話 我們要對輔助操作help的說明 要做了解檢索欄位的關鍵詞 跟關鍵詞的邏輯用語 定義跟規則 以及資料庫可檢索的資料範圍 我想說各位在使用資料庫的時候 都有個希望 因為現在大家對於電腦 找到一個熟悉度以後 我們就只要找到一個資料庫 我把它打開了 可能它會有一些所謂 同意與不同意的 我們習慣就把它拉到最底下 點同意 然後就可以使用了 對不對 但是裡面就是說 但是專利它資料 它你在不管 其實也不只專利資料 我們在整個專利 我們整個資料檢索 就是說你們強調的是要減準跟減全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每一個資料庫會因為 系統開發者習慣的不同 它會對有一些指令 使用方式不同 另外就是說各位在使用 我常常在講說 各位假如說去有研究 歐洲專利資料庫 你會發現它每個禮拜有更新資料 也就是說你在什麼時候 查到什麼樣的資料 它的範圍是在哪裡 是你必須要去了解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 在資料檢索的時候 我們要對各項檢索欄位 關鍵詞以及它的 布林運算的邏輯符號 要做一個深入了解 因為不同的資料庫 它有不同的習慣 加一定代表增加嗎 減一定代表減少嗎 不一定 所以我們要了解 每個資料庫它習慣用於 會有助於我們做資料檢索 另外一個就是 資料庫在適當的欄位裡面 介入適當的詞 跟運算符號組合在做檢索 檢索的結果 不是我們所希望的話 我們一定要重新延立檢索策略 改變檢索條件 或增加檢索的條件 來重新檢索 因為我們在做資料檢索裡面 現在慢慢的 將來我想說到明年開始 所有檢索資料庫裡面 它會習慣的 會幫你們的檢索條件 在你推出之前 所謂的檢索歷史資料 它會幫你保留 為什麼 我們在做資料檢索的時候 常常會怎麼樣 下一個指令不滿意 再重新下指令 重新下指令 但事實上你走過的軌跡 沒有保留的時候 你要做修正的時候 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要做資料檢索的時候 假如說在沒有歷史資料之前 我們第一個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就是說 其實檢索你要做檢索策略的一個規劃 另外一個就是說 不同的欄位要用什麼樣的詞 什麼樣的字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介紹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了解這個資料庫的屬性 怎麼樣做資料組合 才會找到我們的資料 另外就是找錯了資料 我們要勇於面對 就是重新推翻我們的檢索條件 重新檢索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假如就專利檢索而言的話 我們常常會希望看到專利說明書 專利說明書的話 除了中華民國專利資料之外 其實是歐美國家的專利資料 不同的資料的話 它會用PDF檔或TIF檔的呈現 我們分別是要下載以上兩個軟體 這兩個軟體下載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各國的影像資料 接下來我們就是專利檢索的方式 專利檢索方式 就是我個人把它分為一般的欄位檢索 進階檢索 跟介於進階檢索 跟一般欄位檢索的三種方式 所以一般的欄位檢索就是說 它就是以欄位的方式條列給 我等一下下面立頁的話有一個例子 它是條列的方式 每一個欄位裡面它允許你填一些資料 然後讓你進行資料檢索 欄位是檢索裡面有特定欄位跟不特定欄位 目前其實很多資料庫 它第一個欄位都是不特定欄位 也就是說它允許你下任何的詞或者字 它就是全欄位的一個搜索 但是這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就是說 所有的資料都不會漏 壞處就是資料太多 這不特定欄位檢索 至於特定欄位檢索 譬如說我就是發明人 發明名稱 一項一項主項條列的方式 我們稱之為欄位是檢索 那我們看這個欄位是檢索的話 一般裡面包括了文字數字跟法律狀態 首先在文字欄位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會用三種 一種叫做關鍵詞 一種就是分類代碼 另外一個公司跟人名 所謂關鍵詞的話 它一般來講 它會下載哪些欄位呢 下載專利名稱 專利摘要跟酸性專利範圍 分類代碼的話 大概國際分類 美國專利分類 另外一個Durban資料庫 它有Durban資料庫的分類方式 那公司跟人名的話 它大概用在發明人跟專利權人的欄位 文字欄位的部分 我口述到這邊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說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就是說我們在使用 中文資料庫跟外文資料庫 有一個最大的差異點就是說 我跟各位講說 外文它每一個字 都有一個完整的意思 那中文字的話 它因為它的排列組合不同 會表達出不同的意義 所以在使用中文資料庫 跟外文資料庫裡面 就是說我們首先要注意 它欄位所展現出來的資料 它到底是一個資料庫文字 還是片語文字 純文字的部分 你假如說只下一個詞或者兩個 因為我們在下外文資料庫的話 假如說我要查computer 我可能只打comput star 它會把屬於comput字串的 我們英文有字根 字圓字根等等 你只要下字圓字根之後 它會幫你做整個搜尋嘛 但是因為是英文字它每個字都是切的 一個字代表一個意思 所以在外文資料庫是允許你們這樣做 而且會找得到資料 你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在中文資料庫裡面 這樣下一般來講是找不到資料 找到資料的人 他其實他沒有就語詞的部分 做深入探討 找出來資料是非常的亂的 但是在中文資料庫裡面 某些狀況之下 你是允許下這種條件的 譬如說你今天要查人名 或者查商標 人名它是一個phrase 因為它欄文裡面就是擺著 相當於什麼 像我高某某它三個字就是一個字串 商標譬如說新東洋它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在假如說屬於片語式欄文 你可以試著做全面搜尋 會是一個有意義的 找到你們要的東西 假如它整個資料庫裡面 它擺的是一個text file的情況之下 奉勸各位千萬不要這樣下 要不然找出來會是很亂的東西 而且是不對的 另外一個數字欄位的部分的話 申請暗號 公告號 證書號跟日期 法律狀態裡面意義舉發 那申請暗號 公告號跟證書號的部分 我想說它本身就是比較簡單 但是屬於這部分的欄位的話 因為有新舊資料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各位要了解說 前面需不需要補齡 是我們要注意的 至於申請日期的話 年月日 月日年的排列方式 會依資料庫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的展現 至於月日年中間是斜線 還是用dash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掌握的 不過現在比較friendly的畫面裡面 它都會在欄位的旁邊有一個例子 所以你也不要問為什麼 你就根據它例子的格式來打 才會找到我們的資料 接下來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一般式欄位的界面 一般式欄位界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會在每一個欄位前面 都有一些文字表達 也就是說第一個欄位叫做keyword intitle 也就是說你下關鍵字 它允許你下關鍵字 而且關鍵字它找的是什麼 專利名稱的部分 所以一般欄位的解鎖的話 其實它強調是每一個欄位 每一個欄位 每一個欄位 我通常你排好 所以你在特地的欄位 要下特定條件的 應該是文字或者數字 這部分我們要了解的 這是第一點 欄位式檢索 另外一個就是欄位式檢索之間 它沒有寫的情況之間 欄位跟欄位之間是用m來連接 等於m or not的話 等於不理運算 等一下會跟各位做介紹 它是用m的連接 也就是說資料會越檢索越少 你下的條件越多 你檢索的資料會越少 大家有一些迷糊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 減少m or not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說欄位式檢索 大部分資料庫 它在做檢索的時候 它根據你第一個欄位 檢索結果 在Narrow Down的第二個欄位 在Narrow Down的第三個欄位 所以各位在做欄位式檢索的時候 有時候為了避免某些資料 因為它欄位排列是固定的 不要因為你在某些欄位下了條件 會刪減到你後面想看到的資料 所以有時候在欄位上 雖然你知道資訊也不一定要下條件 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它根據欄位裡面逐步縮減 欄位式檢索它習慣從第一個欄位 一直往下送 然後局部砍資料 有些情況之下你雖然知道 但是你希望看到比較多的資料的時候 某些欄位因為它排在前面 而你不能就下條件下去 這是我提醒的屬於欄位式檢索 我們應該要注意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是進階檢索 進階檢索就文字部分裡面 檢索區域裡面 建入條件項目的代號 依照每一個代號的資料屬性填入文數字 特定來為這使用次數前後順序 由檢索者自行規劃 邏輯運算符號的組合 也是由檢索者自行規劃 這聽起來非常的拗口 那沒關係 我們看下面一個圖片 就是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我們先看 在這個 這個裡面看到一個query 那個空白欄位 這個地方有一個空白的欄 空白的格式欄 它所謂進階式欄位裡面 你會發現它跟欄位是 最大的差異性在於 它裡面並沒有特地的欄位 讓你填資料 也就是它允許你下任何的欄位條件 來做資料檢索 但是首先注意說 所謂的進階式檢索的話 當你布林運算會用得很好的情況之下 你是可以找到標 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佈局 來做資料檢索 但是所有欄位是檢索的話 它下面一定有一個table 這個table就是我們剛才在文字裡面 根據它的代表符號 你譬如說我們看到pattern number 它就是用pn in is inventor name 就發明者名稱 所以你要在使用的時候 你要依照它的規定 譬如說你要找title的時候 你一定要打ttl 所以你根據它每一個 每一個欄位代表的名稱裡面 它的file code 你第一個是要把file code拉上去 然後等於冒號 或者就是用斜線等等 根據資料庫的規定而做 這次欄位是檢索它最大的差異點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不會像欄位式檢索 一個欄位一個欄位 而且欄位前後關係是規定的 所以說你甚至於可以是我title 可以下一次 兩次 三次 可以重複的下不同的欄位 而且欄位的順序 我也可以順序做調整 這是所謂的進階檢索 最大的差異的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 介於一般式跟進階式檢索的 一個資料檢索方式 因為剛才我們說欄位式檢索的話 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很方便 你知道哪個欄位填什麼東西 但是我一個欄位裡面 要下兩個條件 可能一般人就比較困難 你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 而且你就說 一個欄位裡面 我下兩個條件的時候 你會什麼title裡面 你用N or not來做規定的話 它會先做那部分運算 你沒有理由 沒有辦法就是讓它先做title運算 某些運算以後 再回過頭來 再另外一個title再運算 所以你的整個運算方式是被固定的 但是querier的就是說 那個進階式檢索是允許你下 但是可能就是說 在座的有一半以上的 你會茫然說 我到底應該怎麼下它的不理運算 那沒關係 當然我想說 上完這堂課以後 大家會在那邊有能力下這些資料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 介於一般式檢索跟欄位式檢索的 一個檢索方式是說 它提供的欄位 它是提供了一到多個的欄位 但是這欄位的名稱是可以允許你重複的 所以說你就會變成說 我欄位的順序不會像一般式欄位 被固定有順序性 而且可以是優先來調整的 然後在每一個欄位裡面 再依照它的規定 像我們的詞跟字 欄位與欄位之間 我們要and or not再做一個組合 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會發現Term1,Term2 Term1裡面它有沒有規定你要下哪個欄位 沒有喔 它可以說全部的欄位都下 你看那個右邊有沒有 但是它也是一個下拉式的 它可能是允許你下的是title 發明人、申請人等等你可以點選 所以就是說欄位的稅距 它允許你調整 但是它這個比較有一個限制性說 它開了幾個Term給你 就是你只能用那幾個Term 做資料檢索 所以就是說 當你要希望欄位是不固定的方式 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它 但是它比進階檢索又有優點來講的話 你不需要設計你的檢索條件 這就是說 所以說目前我們在看到所有資料 大概有這三種方式 好啦 既然有這三種方式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布林運算 布林運算的話 就大概是and or not三個字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國中選了英文了以後 反而導致我們在下布林運算的時候 會有一個認知上的落差 因為就是說在英文裡面 you and me就是你跟我就會變多 對不對 you or me就是你我之中選一 對不對 但是剛好在布林運算是相反 and的是什麼呀 綠色部分跟藍色部分 淺藍跟 這顏色太敏感了 綠色跟淺藍色部分 中間那個深藍的部分 是共同的部分 共同的部分 其實and的話它是取它共同的部分 所以and的話會變少 你了解我的意思 and跟我們一般的英文用詞裡面 有一個落差 它是怎麼樣 and的話是把兩個資料裡面 共同的部分把它萃取出來 那相對到all的話 既是它或者是它我都要 所以它是多 它是變多的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它是淺綠加深藍跟淺藍 三部分的一個組合 那剛才那部分是深藍的部分 用and的話 那用all的話 是淺藍加深藍跟淺綠三個部分 那not部分的話 就是兩個集合的檢索條件裡面 我只要一部分 就是說我這個東西 把另外一個東西 屬於這個東西裡面的 什麼東西我不要 那and or not的話 是整個資料檢索裡面 是布林運算裡面 非常常用的一個檢索條件 但是一般人它很難下的是 因為and or not的定義 比較不容易認清楚 但是我就會覺得 我會常常每次在講的時候 我就說以後我們寄一個秘訣 all 在中文裡面是一個驚嘆號 all 人什麼時候會用驚嘆號 當你得到了比你預期多的時候 你就用all 你只要想到那個英文all 是一個驚嘆號 比你多的時候 你就了解 我希望資料檢索出來的結果是比較多 屬於發散型的資料的時候 你用all 因為這and or not 各位麻煩一定要注意 記住 因為後面有講到and or not的 下檢索條件的時候 還會重複提 and的話就相對於all 會變少 not的話就是變成說 我要某些東西 但是某些東西裡面的其他東西的部分 我要把它秉除 這三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來看 OK 假如說我們能夠把and or not的觀念 建立了以後呢 回過頭來我就是看黃沐萱黃教授 台大黃沐萱黃教授 他在1996年的一本資訊檢索 那本書裡面 提到一個所謂的進階檢索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張投影片 跟各位分享 首先我跟各位報告過 就是說 我們一般人在做資料檢索的時候 我沒辦法掌握任何的主題的時候 我們都會認為用什麼詞 用關鍵詞下去檢索 但是我們往往又發現 我用一個關鍵詞下去檢索 範圍太粗 會範圍太粗 在這種情況之下 假如你想說 假如說我今天要檢索的任何一個主題 假如我能夠把主題切成三個主題 或者四個直主題的話 是不是你就是本身的檢索條件就擴充了 你假如說我今天要檢索一部 好像我手上的麥克風好了 你假如說你要去檢索麥克風 麥克風會找出很多的資料 但是你又不曉得 你要表達我要檢索麥克風的什麼地方 然後出來很多資料你看了就煩 對不對 因為假如好的資料庫 它沒有限制的話 你下個麥克風可能五萬筆 十萬筆的資料都會蹦出來 Google這方面是它很多的 它什麼資料都搜尋 但Google對我們最大的困擾點是 每次一檢索出來 Google O越多表示資料越多有沒有 那偶偶偶下去我們就看不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說假如說 你要用關鍵詞做檢索的時候 你把一個關鍵詞把它再稍微切割 譬如說我要麥克風 我要檢索一個麥克風 假如說我想到用麥克風檢索的時候 我想說麥克風 我能夠把它切成三個部分好不好 有線無線 對不對 收音設備 發音設備 麥克風用的電池 開關 假如你能夠把這部分做一個切割的時候 你就變成相對的 你的主題就能夠切割了 那些主題的話 所以它裡面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首先我把一個主題 我能夠把它分成什麼 A B C 甚至於第一路下去的概念 所以它本身就是說 一個主題是它應該包含了這些東西 對不對 我有一個檢索的主題裡面 我希望這個主題裡面包 就是我把它切開嘛 它本身主題是應該包含這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在頭影片之間 每一個觀念之間它是用M來連接 因為是什麼 它是從這邊切出去的 它們是有共同特點 M的就是它有共同的部分 變少 Or 變多 所以變少是一定有共同點 所以它們 你看主題A 主題B 跟主題C之間它是用M連接 那相對的話 你把它切成直主題以後 在直主題裡面 就是我會發現就是說 我再往下細的話 因為就是說 切到直主題的時候 我就不太確定說 是不是包含這個 或者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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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說 我直主題裡面 可能包含這個跟那個 跟那個的時候 是不是屬於一種 可能其中之一嘛 所以它就強調一個觀念說 在主概念裡面它是用M連接 然後每一個主題概念之間 你就可以再下一些關鍵詞 這些關鍵詞裡面 就要用Or來連接 所以諸位你就可以想像了 假設我今天要用一個關鍵詞檢索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切成 每一個主題中間 先用括號刮起來 括號刮起來了 中間先把一個M擺上去 對不對 擺上去以後 我那個括號裡面 我其他的可能考慮因素 我用Or來連接 是不是就是很漂亮的一個 檢索式 不理運算的檢索式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下完這個主題之外 你在這個主題裡面 在外面再加一個大括號 在大括號再加一個Not 也就是說 我希望在這個主題裡面 我探討的東西 但是某些東西我不要探討 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根據這個主題 我先小括號 括號中間用M連接 然後裡面的子主題 你用Or來連接 然後再用一個大括號 在旁邊再把一個Not 再把某些我不想看到的東西 把它連接起來 所以你就能夠把 布林因素 N or Not運用得很好 而且就是說 整個檢索的條件 就會你下的檢索條件 五個 十個到十五個 並不困難 為什麼我會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我常常在講說 今天很多小學生 都自認他會上網 而且他能夠找到資料 但是我們再回頭看看 我們在用上網找資料 跟小學生差異性在哪裡 其實我們也不都是跟他一樣 下同樣的關鍵詞 對不對 假如說我們去電腦上搜尋資料 跟一個小學生使用電腦的方式 就是一樣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比他強 對不對 因為小學生還沒學布林運算 我們國中有學 只是我們沒有用 但是怎麼用 現在我告訴你們 就是我們用這種方式 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首先我們要記N or Not 它本身是收斂還是發散的 那之間的話怎麼用N or Not 根據主題的架構 來做這樣的檢索的話 其實是可以下的很漂亮的 檢索條件 而且很快的收斂出 不要那麼多的一個資訊 所以的話資料檢索的話 假如我們能夠用N or Not 跟我們考慮到文字的一個組合的話 其實我就會歸納成 其實大概整個組合方式 有文字字句的運算 布林運算跟特定欄文的運算 這三個欄文裡面個別組合 或者共同組合出來 下的檢索條件 但是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每個資料庫它的運算員 也就是N or Not 甚至於其他的運算員 其實還有很多運算員 然後各位去看Help的話 不剩每一句 不剩每一句 但是這些運算員它的代表符號 麻煩各位就是回歸到 我剛才跟各位提到的說 我們在使用資料庫的時候 我們要去看一下Help 也就是說看一下它的輔助說明 它的運算員是怎麼運算 假如說我一個比較奇怪的資料庫 我就是故意整人 你要上來我就是all就是n n就是all 誰說1加1一定等於2 我們學過定義裡面 假如說1等於2的話 1加1就等於4 對不對 數學代數4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每個資料庫在寫程式裡面 其實就是這種定義 所以它的定義是為什麼 我們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寫資料庫的人 它就這樣子規定 那我們要用它資料庫 就follow它的原則 follow它的原則就是 我們要去了解它的規定 這部分是要特別強調的 這部分是要特別強調的